女孩年仅三岁 却教育老师千万别破坏别人家庭 喜欢上男家长 老师一头雾水 不明白怎么回事 老师一打开还真实 小妈妹继续说道 千万别联系她 要不然你的未来会很惨 被小孩这么一说 老师真的撕掉了号码 并遵守约定 第二天对林黛爸爸的殷勤不再回应 刻意保持着距离 小妈妹看到这些 心里的石头放下 这是她的第四次重生 这一次她要过个厉害的人生 很快到了小学 她放弃所有社交 买到苦学 目标是成为人里之光 初衷依然如此 刻苦刻苦再刻苦 最终拿到年纪第一 而前几时的第一真理 落到第二 不过意外的是 两人竟还成了朋友 紧接着妈妹考上了 本地区最好的高中 依旧出了学习 还是学习 连这三年都是年纪榜首 大学顺利进入国立医学院 在狭小的出租屋 还是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身 毕业后 她考进了研究所 怀着突破医学难题 拯救人类生命的大志向 开始了研究之路 在这期间 当然不能忘了 还有几件基因德的事 首先是拯救老师 这次妈妹聪明了 带着偶遇的小金一起 拖延了老师的时间 成功避免老师 坐上那趟被冤枉的地铁 接着和妹妹一起去爷爷家 纠正爷爷吃错药的问题 最后警告心怀不轨的已婚男 帮同学林黛避免被骗 这一世的所有事情 都处理得游刃有余 活得真是潇洒自如 接下来 马美全身心投入研究 无限的实验 无限的论文 枯燥繁琐 但对于已经活了三世 总年龄 加起来120岁的马美来说 都不算事 她内心只有一个目的 尽快拿出能解决 人类医学难题的研究成果 这样就是积了天大的应得 下一世 说不定就能投胎成神了 理想是美好的 但她发第一篇 稍有影响的成果是 已是三年后 偶尔回一趟家 依然在看文献 父亲突然说到 妹妹小姚要带男友来了 这让马美暂时放下了手头的活 她知道父亲是想向她咨询 该以何种状态 面对即将上门的未来女婿 啥都不懂的马美 出了一个馊主意 要正式一点 结果就是小姚男友来的那天 父亲西装衬衣 还弄了头发 而对方一身休闲 一时不知道是谁见家长 这时的马美 已经回到研究所继续工作 时光匆匆又是两年 马美的研究成果又多了一些 感觉离投胎成人又近了一步 妹妹也在这年结婚了 父亲还是那么紧张 马美也感慨万千 前三世 她都没活过33岁 这一世终于到了35岁 是她首次见真妹妹的婚礼 和自己一起长大的那个人 要改姓 要组成新的家庭 要越来越久不能见到 即使已经活了130年 马美还是不舍样 不过内心 还是要送上最真的祝福 趁着回乡 马美和真理见了一面 这是这一世 她整个学生时代 唯一的好友 前三世的好友美宝和小夏 她在小学时也试着接触 但很明显 他们对她这种学霸 有一种疏远的客气 以前换贴纸 都会选最稀有的那个 这次是选了普通的 明白这一点的马美 只能远远地看着 曾经的两个好友 却无法融入进去 就在这时 同样孤身的真理 和她打了招呼 自此她俩成了朋友 毕业多年 今天再相见 两人正聊得开心 竟有运美宝和小夏 马美感慨万千 但对美宝和小夏来说 只是简单的同学之缘 客气地打了招呼 便去了其他桌 马美依旧依依不舍地看着 这时真理突然问道 自己重生的秘密被发现 除了吃惊 马美还有害怕 真理立马解释 自己也不是第一轮 马美这才说到 她是第四轮 而真理则是第五轮 之所以看出马美重生过 是因为前几轮 马美学业拼拼 这一次突然成了学霸 实在说不过去 真理此时又讲了一个 让马美吃惊的事 在她的第一轮 他们四个都是好友 做任何事都在一起 简直轻如姐妹 但到了35岁 美宝和小夏因为锁成飞机 撞上掉落的卫星残骸 空难去世 因此在第二轮人生时 真理选择努力学习 希望成为飞行员 不仅拯救美宝和小夏 也拯救那趟航班的所有人 这带来的结果 就如现在的马美 和上一世的伙伴 渐行渐远 但真理不后悔 可在33岁时 马美车祸去世 让真理觉得方案不完美 于是有了第三时 可又出现偏差 虽然当上了飞行员 但没能飞那趟航班 第四时 还没成机长 就遇到车祸去世 最后就到了现在的第五时 这一次一切都很顺利 下个月就能飞那趟航班 看着真理轻描淡写的描述前几时 马美知道 用上百年的时间 重活五时来救闺蜜 无论如何 都是一个伟大而沉重的事 两人约定 飞完那趟航班再约 可一个月后 马美看到新闻 空难还是发生了 参加完葬礼 马美内心沉重 因为一世的相遇 而走过四世的孤独 只为拯救那些 已经不记得自己的朋友 真理的这一百多年 太让人心疼 这件事结束后 马美更加致力于医学研究 转眼三年过去 偶然那一天 第一世的同事河口小姐 竟然叫住了她 马美吓了一跳 因为这一世 他们根本不认识 河口说到 她也是重生者 碰到同类 两人各自聊了经历 这是河口的第八轮 而且每一轮 河口都没改变生活轨迹 因为她觉得第一世 过得很舒坦 马美吃惊 原来还可以这样玩 不过转念她就明白 河口从第一世开始 就是个我心我素 不在乎别人想法的人 当然过得很舒坦 与河口分别后 又过了一年 马美遇到意外 39岁去世 使者告诉她 下一世可以投胎成人了 努力了四世 终于成功 还有点意外 不过在走到 投胎的门口时 马美做了一个 相反的决定 要再重活一次 使者告诉她 可以再来一次 但这是最后一次 穿过那道门 一切又重来了 第五是 马美不再为投胎成人而活 为拯救闺蜜 为做一个纯粹的人而活